開過了,大的樹 它現在小的又長出新的 以後會再清掉了 今天沒有時間去 全部看我 我們這一段 因為那邊 這一段就是被 挖過 它的石階 跟上面一模一樣的 整個一直下去 它都被覆蓋在底下 然後我們今天要把石階挖出來 那個覆蓋大概六七十公分 我們現在直接從上面 我們現在這邊的路盤 不要再走,讓它長直 我們現在因為它已經動過 來 你們退後一點 我們等一下盡量在這一邊 不要凹下來就不要了 盡量靠這一邊 大概五十公分寬就好了 然後就路 那邊要讓它長草 要分邊走 不然來到這裡,這裡你們現在站的位置 對 我印象中就已經滑 這裡很滑 那我們比較平的地方 你們平感覺 因為我也不是專業的 我的修法跟千里不一樣 我的修法是堪用 不要用它們的標準 如果你們今天有用它們標準去修也沒關係 那我們這一段全部都是剛才 剛才我講的那個終點那邊 我們從下能修多少多少 然後原則上第一個 我們分組 比較像這個比較窄的 那個光光的 你比較厲害你可以幫我那個 那個還有誰,小黑 小黑 有人比較厲害的人 就由你們主導 那我的原則是這樣子 我會在旁邊先挖前面 然後你們修後面 我初拍弄完之後你們就跟著後面弄 比如說像這個 它這邊已經沒有路了 這邊是不是比較高 那個地頭啊 我教你們使用工具 出頭 出頭齁 出頭哪裏你們做 右鼻子的人